好,全球的战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庭审的第二十二天 然后我们刚刚从法庭出来,今天出来的比较早 因为今天是按照正常时间结束的 然后呢,今天的这个出现了两个证人 一个是我们当时买Mawa的这个Mansion的时候 的房产方面的一个律师 然后他负责支付很多很多关于这个房产装修啊 家具啊的一些这个付款 还有包括安保的一些付款 所有的这些配套都是他来负责 然后另外一个是来自于破产法庭的一个一个律师 他不是这个破产法庭案子的这个直接参与者 因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是如果是想去叫那个直接参与者的这个律师 如果是来的话呢,他的时间安排上就可能会往后拖 但是为了保证这个7月12号结束 所以他们找了一个只是接收文件的这么一个一个律师 来读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文件 这是一个总体的情况啊 今天七哥穿的一身是灰色的西服 然后打的是森蓝色 接近藏青色的那种领带 然后白色的这个这个这个衬衫 今天我们来了也是很多很多的战友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早上大概不到七点半的时候就有很异常队的战友排在这个门口 这个几乎已经成为了每天啊 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这个风景线了 就是我们这帮华人啊 站在这看七个的这个案子 然后今天呃内容呢 比较的这个乏味啊 实际上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证明不了什么嘛 呃上午关于这个呃房产这个律师呢 呃作证的主要方式就是说让他读一些这个发票 然后读一些这个采购的一些家具 支付的一些货款 然后呃给人一种印象 就是说呃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房子是一个family 他一直在用一个词叫family啊 这个在使用呃购买 然后family在这个家庭在approve 就是通过审核这些付款的要求 或者说授权给他来付款 呃呃整个就是这么一个模式 然后等到我们这边律师上来的时候 Sabrina上来就问他了 这个你知道家庭family这个词 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有不同的定义吗 你知道家庭这个词 在中国文化里面它的定义是什么吗 有的家庭是比如说一家三口夫妻 收货的时候就是他不是付款买一些家具吗 收货的时候里面有两个这个名字 一个是叫livis吗 我忘了啊 另外一个是叫香香进 呃然后一个是为g fashion工作 一个是为g clubs工作 其实这个里面我们就已经试图说明 就是说这个家具寄到那个妈妈庄园里面 因为什么 因为那里有g clubs 那边有g fashion 其实他们在那边都有办公室 然后包括这个family 所谓的我们他们一直用这个family这个词 但实际上这个family 就像我们磐石农场的这个群一样 我们的农场群是大家庭 big family 就所有的大家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组成这样的一个family 然后上午主要是在为这些事情在争论 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呢 来了这个律师attorney 道格拉斯 然后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关键词就是 他的那个检察官的原话是 trial within a trial 他在介绍这个律师来的时候 因为他不是直接参与者 实际上是被我们反对的 但他来了之后呢 这个这个律师这个检方呢 就就有一个要求就是说 我们来展示一些相关的文件 但是呢 他要限制我们辩方问问题的方式 因为他要限制 不让我们把这个变成一个trial within a trial 就是审判中的审判 因为大家知道 实际上破产庭的审判中 我们得到的这个 这个判决是不是相对公平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 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实际上如果把他这个案子 搬到这个庭来判的话 而且这个庭他不是法官判决 是由12个陪审员来判决 实际上我怎么有那么一点感觉 其实上对我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我不知道检方有没有想明白过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他们这个破产庭的这个案子 拿到庭上来的时候 检方其实我想他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就是证明七哥原来在那个破产庭上 他被判藐视法庭 民事诉讼的民事法庭被判藐视 对吧 然后给人造成一个印象 他这个不遵守这个这个法律 然后呢 说他这个藏匿资产 类似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说到他原来在香港 七哥原来在香港的资产 被这个政府被判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冻结 然后收缴 然后判他就是有问题 就是说第二个就凸显 他好像在国内的时候 就是一个罪犯 然后他是以一个罪犯的身份 逃出来 这是我想检方要达到两个目的 但事实上对我们来讲 恰好对应243号文件里面 当时包括在这个开庭之前 一系列动议里面 要求说这个我们不能谈这 不能谈那对吧 然后他们要谈这要谈这 里面就提到一点 要谈他们要谈香港资产被冻结 然后法官当时是approve了 同时法官说了一句 你能说被冻结 但是辩方也能说 当时为什么被冻结 所以这又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来解释 在国内的时候发生的那些事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为什么把七个的资产查封 对吧 他的这个房产 他的资产所有这一切 然后再次到这个破产亭 也给我们一个机会 今天展示了 由于当时要扣押Ladymay 但实际上Ladymay 是郭美的名下的一家公司拥有的 实际上也就是说最终 拥有人是郭美 而不是七哥本人 包括里面涉及到之前谈过很多的公司 比如说Greenwich 还有什么Lamp Capital 等等这些公司 都是郭就是七哥的家族 郭家人 不是七哥本人拥有 就在他名下没有任何资产 银行银行卡 账户什么都没有 对吧 那么其实给我们一个机会 来证明 在那个破产亭上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是如何不公正的 对七哥的这个一些判决 对吧 包括一天50万美元的罚款 一个Ladymay 到最后 欠的那点钱 最后变成了一个罚款 罚出来一亿三千四百多万 所以我觉得今天下午这个重点特别好 我觉得检方把这个破产案 拿到这个刑事法庭上来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而且今天到下半场最后的时候 变成了就是说检方的律师 在问这个证人的时候 变成了他们去读 读当时七哥在破产法庭中的证词 然后检方律师读那里面律师的问话 然后证人来扮作七哥 在做回答 读七哥原来说的话 就特别特别好玩 好 今天大概的一些内容就是这些 然后战友们 这个可以去看待会的庭审记 里面有详细的内容 以及今天晚上会发布的这个庭审记录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